地震也引发火势是在花莲的东华大学 火势延烧超过13个小时 在今天早上8点过后 地震之后 4楼的实验室就突然起火 一路延烧到了2楼跟3楼 而且因为这实验室里头有存放净水性的物质 死亡人员不敢大意 直到晚上7点多 火势开始减弱才能洒水灌旧 火光摘了黑夜 国立东华大学整栋楼陷入火海 火势伴随浓烟不断串生 消防人员全副武装开始洒水灌旧 整栋大楼燃烧超过13个小时 从白天烧到黑夜才逐渐受到控制 那可以看到呢 现场还是有大量的烟雾弥漫 不过呢 已经没有再传出了爆炸声象 国立东华大学理工艺馆四楼实验室 地震过后从早上8点多突然起火 火势一路蔓延到23楼实验室 一发不可收拾 一开始地震之后 因为我的实验室在这里 只有后面这一栋 然后我看到有冒一点点烟 但是未为没什么 可是好像就一直烧下来 烧到二楼就蛮惨的 因为东西都烧掉 实验就不能做 校内不少学生心有余悸 强症没多久 看到实验室浓烟阵阵 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爆炸威力可不小 目击者形容像是高空烟火 在身边炸开 而实验室内因为存放净水性物质 增加救火难度 消防人员先采取防御性措施 并在晚上7点多火势减弱时 开始洒水灌旧 实验室内当时摆放了 多种的化学物品 而消防人员也担心 会有有毒物质的外泄的疑虑 因此也呼吁 校内的老师以及学生 不要轻易的靠近 所幸没有人员受困受伤 至于起火原因 救灾人员初步判断 疑似是地震引起 详生原因还有待厘清 不过这场火灾出估 燃烧面积超过千平 损失金额上代估计 消防顾及世身安全 也宣布清明节廉价后 4月9号停课一天 接着华林综合报道